怎么这么多消防车 难不成失火了 但是仅车也好多 还都是办公路方向 该不会有学生跳楼吧 走 过去看看 千万别是我的学生 现场 办公楼的楼顶站着一男一女 赶紧叫高一德和叶峰过来 不然我现在就动手 怎么是他 他是谁 他是交际算机的教授 庆里在学校里出了名的喜欢抬杠 而且认死里 女的是他老婆陈静雯 老李 有话好说 千万别冲动 校长 我没有冲动 我是要讨说法 高一德作为学校的副校长 叶峰作为六扇门的大队长 他们轮番找我老婆 事可忍 孰不可忍 今天你们要不给我拿货 我就先杠了这个女人 然后从这里跳下去 老李 就算你要说法 那也得让学校领导 还有市局的领导调查情况 总不能凭你的一面之词吧 算了吧 校长 等你们破案调查开会研究 黄花菜都凉了 我看见高一德和叶峰都在下面 你们敢说没找过我老婆吗 高一德和叶峰都准备去校长的手里 去接手吃辣的 你们别说话 小心刺激到他 既然你看见了他们都在这里 学校 市局和市领导都在 你赶紧把小陈放开 咱们几人好好谈谈 如果你说的是事实 学校一定会给你一个说法 说法个屁 学校 市局 甚至向市信访办 我都反应了 你们谁给了我说法 都说这是什么生活作风和道德问题 够不上犯罪 还要我拿证据出来 他们都有相当强的防范和反侦查能力 我上哪里去拿证据 老李 你看在下面这些人 有你的同事 还有你的学生 你让大家平平理 什么证据都没有 就想让我们去处理他们 有这个道理吗 李教授哈哈大事 校长大人 暴露了你真实的目的了吧 你们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处理他们 不就是想把我骗下来 还弄什么充气气爹 你们觉得我会往那上面跳吗 二虎 这些都是要一起发给粉丝的吗 是啊 这些都是和左下角谈合作的厂商 给我们安排的福利 这是发货名单还有样品 你喝茶一遍 这里好像对不上 咋回事 左下角不是说好不限量的 苹果15 Pro Max和华为Mate 60 Pro吗 咱们华为少一半 是啊 我上次就只拿了苹果15 Pro Max 华为Mate 60 Pro都没抢到 我问问 喂 左下角苹果15 Pro Max和华为Mate 60 Pro 各家八仙台行步 厂商 好的 已经为您在左下角开通了24小时后补链接 没货地马补 还补齐了5000台X5系列 看看有了吗 嗯 有了 加载注册好就有苹果华为领取界面了 现在点我左下角链接下载 注册后随便玩玩就能领了 哎 我领的华为发货了 赶紧想办法 这影响太坏了 通向平台的大门被他锁了 其他地方又上不去 他现在站在平台的边缘 手里有家伙 情绪又这么激动 如果我们强攻的话 担心他一慌张 反而要出大事 狙击手准备好了没有 已经准备好了 我看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了 现在没话说了 是不是准备让狙击手开火 我告诉你们 没那么简单 就算我挟持了人质 也罪不至死 如果你们敢开枪 就证明你们官官相护 在场几百时生们都可以替我做证 他的发让领导的面面相去 我现在给你们最后十秒钟 你们必须把对高义德和叶峰的处理意见 向全校师生的宣布 不然我就动手 老李 你千万别冲动 什么事下来谈 十 九 八 七 你看好多人都在你左下角里 那听过华为 那肯定啊 我左下角可是急速链接 路行啊 警察同志 你们得想想办法 老李是个耿直人 不知道拐弯的 如果再不想办法 数到一的时候 你们下不来台 他真的会停而走先 我说老李 你别听风就是雨 什么证据都没有 你怎么证明你家老婆和别人有关系 原来是假大龙啊 我看你就是个假大虫 就你那负责性 还是赶紧回去守着你老婆吧 你小子两年都没有平上职称 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高义德从中刁难 知道他为什么刁难吗 还不是因为你有个漂亮的老婆 今年你平上了 懂我意思吧 我靠 老李 你真是狗咬履动兵 不识好人些 这么多同事在这里 就我再劝你 拉倒吧 人家不劝我是怕劝处事 你小子劝我就是为了表现自己 怎么着 你还是明年再评一个教授吗 门都没有 三 市局领导实在没办法 朝后方狙击手使了个眼色 狙击手得到信号后点了点头 喂 你TM还是个教授吗 怎么连数字都不会说 从六值接跳到三 二虎的话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大一的吧 看你这样子 上课就不喜欢做笔记 我只说了给他们十秒钟 可没有说数十下 他们在中间打岔 耽误的时间 我当然要不回来 你刚刚说学校的领导说话不算数 那作为一个人民的教师 大学的教授 你说话算数吗 当然算数 全校师生 谁不知道我脑里 脱口唾沫就是一个钉子 绝不反悟 刚刚说了给十秒钟 现在三十秒都过去了 这又怎么说 在场所有的人都被二虎的话吓了一条 你疯了 你说十秒钟后就动手 现在又过去了十秒 差不多四十秒了 也就是说 你刚刚说的不算数了 像你这样不守信用的人 你说的话有谁会听 二虎知道对方是杠精 随后双方开始各种抬杠 你算什么东西 在这里跟我胡搅蛮缠 你以为人生像作习体啊 你所说的绝对精准 只存在于课本上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生活中 那你说说看 我现在从这里跑到炉顶上 需要多长时间 年轻人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还想套路我 你这最快速度 跑上来怎么也得三十秒 你是不是想说你只要二十九秒 然后就可以冲到我面前解救人质 如果我要告诉你 我九秒钟就能够到你的身边去 你信吗 九秒钟 你就是坐飞机也来不及 这么说你是不信了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计算时间了 二虎直接冲了过去 然后沿着外墙爬上去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这小伙子的心理学学得不错 面对如此复杂而危急的时刻 他能够抓住李副教授的弱点 以抬杠的行驶 稳住并分散他的注意力 伸手也罢的 那就是我弟弟 我亲弟弟 李教授也是愣住 二虎发现眼前这个女人 眼神中透露着胆 李教授 你是不是在跟大家开玩笑 你手里的家伙离人家那么远 怎么动手 别过来 你TM是来救老娘的 还是害老娘的 李教授 其实我刚刚上来的时候 就能够把你手里的刀剥下 瞬间把你制服 你知道我为什么没那么做吗 为什么 如果我那么做 我就是见义勇为的英雄 你就是挟持人制服于弯抗的罪犯 这样的话 你女儿怎么办 李教授愣住 冲动的时候 他都忘记自己还有个三岁的女孩 你要是被判刑 你的妻子就有权利跟你离婚 同时得到你女儿的监护权 还有你们的共同财产 你等于是近身出户 我就想问问 你是打算报复你的妻子 还是打算成全她 我去 说不简单的问题 我怎么都没想明白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放掉你妻子 我现在没动手 你算是投案自首 或者跟你妻子商量一下 就说是在开玩笑 这样最多处分 不会送上法庭 李教授一听立马扔掉家伙 校长 我投案自首 我投案自首 去死吧 随后传来李教授的惨叫声 好在有消防器变载 李教授并没有什么事 警察们纷纷围了过来 请点 他是投案自首的 了解一下他是谁 好好表彰一下 市局领导点了点头 我要检举揭发 他们两个是一伙的 这个混蛋上去之后 不仅没有营救我 还所勇心里的 用家伙顶着我 也是他交信里的 投案自首 建议逃避法律的制裁 开始大家没反应过 三秒钟过后 怎么玩呀 不是人家 你的小命都丢了 现在却反咬一口 这是人做出来的事吗 怪不得他老公要嘎他 换成是我 我TM直接把这种女人 扔到江里去 你们喊什么 你们知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吗 陈静雯开始 对着人群大骂 丁礼上前抓住了他 我是受害人 你们凭什么抓我 他们是不是犯罪团伙 你有权控告他们 但这好几百人都亲眼看见 在丁礼副教授 已经扔掉凶器 团自首的时候 是你把他推下来的 你这叫谋杀未遂 我那是正当防卫 你那叫正当防卫 你还是电视台的编辑 问问你那两个男人 让他们告诉你 什么叫正当防卫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这个心里的一直诬告和诽谤我 今天还挟持我 还有他的离火里应外合 你们应该去抓他的团伙 而不应该扎我 到时候有你说话的地方 带走吧 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 干什么工作的 我叫贾二虎 目前还在待业